大小们非常关心的儿童BNT疫苗抵台时间终于确定了 植栏官陈时中宣布 儿童进行总计77.76万剂 预定在5月12号抵达台湾 最快5月20号之后就可以展开校园接种 另外还会有成人进行185.7万剂 9号就会先抵台 会率先提供给青少年来施打追加剂 而剩余的数量才会再开放给其他的年龄层接种 全男儿童虽然开始施打莫德纳疫苗 但接种疫苗似乎不如预期 多数家长观望BNT儿童剂型 现在抵台时间终于定案了 校方也将进行第二波医院调查 统诊下中将抵台的BNT疫苗 分为成人和儿童剂型 供给5至11岁小朋友的剂量约有77.76万剂 最快5月20号就可以开打 而185.7万剂的成人技型 5月9号就会率先抵台 要供给青少年接种第三剂 施打时间定在5月底 而剩余的剂量指挥中心也说 会再开放给其他年龄层接种 可以打第三剂的大概就是 还需要95万剂 不排除说那时候第一剂或第二剂 没有打的人再继续来打 随着儿童疫苗陆续抵台 家长有多一种选择 但打与不打还是很纠结 就有心脏科医师说自己不考虑 让孩子打所有mRNA疫苗 这是全新疫苗开发技术 首次做成产品就投入实战 就像你把菜单 饺子皮肉包馅丢给素食业者 叫他们蒸小笼包出来一样 进一步搬出日本统计数据 84万名儿童染疫私人死亡 比例是百万分之零点零四六 但打疫苗的风险 却有万分之一的几率 出现严重副作用 是否还存在其他风险 真的不知道 健康的小朋友可以家长进去做判断 但是如果是有慢性疾病的 我个人是认为说 其实还是要施打 考量孩子的各种身体状况 家长陷入两难 打与不打 各有引游 我介台北综合报道